台智電去年到第五三個申邦政府和德勒斯坦工藥大學 來簽這個報道貸人財保養協議 台台是第一次唯一合作的台學 來自三均台學的三十個學生 這學期在台台上課 學期之後會去台智電中科中科 來進行實責訓練 在德勒斯坦工藥大學 在法學研究所也有資料講到背景 Veronica為124位申請學生出脫 先為台智電跟德國撒克申邦政府 前一個伴都貸人財保養協議 30位學生技術 現在在台台上課 我選擇這個計劃 因為我很興奮在駕駛工藥業 這個機會是很驚訝的 六個月去台灣 然後有機會在台中科中科 協議前一次唯一學做的台語學 就是台灣大學 30名國際學生分散在上官學院 為八門專業庫電 加強百度替冷協科學專業座 學期之後去台智電中科實施 我非常興奮 我覺得這是很新的 台台國際學生分散在上官學 是強調台台先把庫電的模式建立起來 未來有更多德國學生來 其他台下可以學習 最重要就是我們希望他們來也能夠學習台灣的文化 還有學習一些語言 因為未來如果他們是有潛力要到台積電或是我們其他半導體公司工作的話 他們必須要具備一些我們的文化跟語言 台台表示這是跨國三官學學生學生新的模式 今年30位在台北學生在台北讀只要六興正費 但後來年開始來台北學生會有新的收費方式 而且因為名字鼓勵會口大到100多人 其他名字分散去其他台下 另外當地公約發電也是很好 也會跟台台學生送去那裡實施 記者綜合報導